在做AutoFS的时候 你要先选定一个低层目录 什么叫做低层目录呢? 比如说我到根目录去 在根目录上面 他们已经做了一个Net 这是个低层目录 而这个低层目录通常是个假目录 假目录你怎么分呢? 这就是假目录 目录就我们所知 目录是会有吃iNode的 有吃了iNode 就会知资料区块 吃到资料区块 它就会有面积 就会占体积 你可以看到这样的状况 可是如果有目录 没有吃到空间 它就可能是个虚拟的假目录 像这个 像这个 这都是假目录 所以这种假目录 是我们要做的低层的测试 而这个低层测试呢 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做哪些示范呢? 比如说我在根目录下面 做一个 FTP 或者是 怎样的低层目录 我预计要在根目录底下 做一个NFS的假目录 在NFS目录里面 做一个挂载的目录 挂载点 叫做DEMO 那么在这个时候 我不需要在这个根目录上面 直接做目录 因为连低层目录 都是虚拟出来的 所以 我们既然决定了挂载点 是19168.0.13 这台电脑的 SRB NFS的目录 那我在这边 先去设定的对象 就是 ETC Auto DEM Master 好 你可以看到这个之前 我们留下的这个东西 它的目的 最后一行 它的目的 就是为了去建立 加目录的挂载 不过这个我先把它去掉 现在 我们到这个档案的最后一行 当做什么都没发生过 首先 我先宣告的是 我在根目录底下 要先做低层目录 它叫做 NFS 这个NFS 就是低层的假目录 而这个低层假目录 跟它相关的设定 请 AutoFS的DEMON 要参照什么呢 ETC Auto 点NFS 这个档案叫什么名字 通常 习惯上 或者是规则上 希望你用Auto开头 然后呢 后面这个NFS 是一个描述用的 重点是 等一下我们要自己 产生一个新的档案 它就叫做AutoFS 我这边先存档 在ETC目录底下 生出一个新档 叫做Auto.nfs 它用来描述 在NFS目录底下 虚拟目录的NFS目录底下 的挂载点 跟挂载的状况 比如说在这里 我在这个地方 针对它去进行描述 在NFS目录底下 有一个挂载点 叫做DEMON 它挂载的对象 它挂载的对象是 192168.0.13 冒号 11 应该是11 冒号 斜线SRV 的NFS 这个目录 这就是我们 会自动产生的挂载点 我们来看一下 当我们设完 底下挂载点 跟挂载的标的之后 我们需要 重新启动 Service Auto.fs 请记得 在这上面 Auto.fs 因为有bug 所以在这上面 不能用Restart 你可以用的是 Reload 或者先Stop 再Start 所以我这边先用 Reload 给你看 好 Reload之后 你可以看到 它有写一个 Reloading Map 在我们眼前 它应该就会生出 一个空目录 一个假的目录 叫做NFS CD进到NFS之后 你可以看到 这里面原本是空的 我们需要进入该目录 CD 进入DEMON的目录 如果呼叫失败 比如说我写错字 它进不去 我一定要到呼叫成功的那一次 它就会在这一瞬间 挂载上去 看一下 这边 它就把 远端主机 的 EE的 SRB NFS NFS DEMO 类型是NFS 这边 远端在这边 就挂上来了 好 那 后面的事情 就跟刚刚一模一样 对于上传 或是下载 这些过程 都是一模一样的 AutoFS的变化 不熟的地方 同学一般不熟的地方 是在 如果你有另外一个标的物 需要挂载 比如说 我们在挂载的时候 希望呼叫 一样另外一台电脑 修帽 -1 192.168.0.13 E3这台电脑给我们这些挂载点 如果我希望把这个地方挂上去 也就是 E3这台电脑的 VAR FTP PUB 目录 如果我想要修改 我该怎么做 我可以直接去修改 刚刚才产生出来的 AutoFS点 NFS 这个档案 我可以在这上面 建立另外一个挂载点 叫做NFS 或者是 我们可以说它叫做FTP 那 它的挂载对象是谁 192.168.0.13 冒号斜线 VAR FTP PUB OK 所以这个挂载点 我们既然建立好了 我们在这个过程中 只要重新 RELOAD就可以了 好 RELOAD完你可以看到 我先离开NFS的目录 在这个地方我要等300秒 这一个DEMO的目录 在离开之后才会自动消失 我们如果要进入FTP的挂载点 直接进去就行 看到没 这边就上来了 并且挂载的状况是什么 这边就有挂载好的结果 好 所以自动挂载可以让你增加一个选择 这个选择在什么地方 这个选择就在 希望能够让你方便的看到一个 不需要重开机时自动挂载 你有需要时在挂 有需要时挂载之后 如果你离开该挂载目录 它就怎么样 它就自动的经过300秒 没有使用的时候 它就卸载 那你说300秒的设定在什么地方呢 你可以去ETC SysConfig 目录里面有一个设定 在这个地方 叫做AutoFS 如果你想要改变这个300秒的习惯 BI Auto FS 你可以看到 这边有个Timeout 300秒 对不对 你可以把它改100秒200秒 看一下 改成多少 这样子 如果我想要 把刚刚的设定取消 不要了 我可以去消除 谁 RM 删除 ETC目录的AutoFS.NFS 这个档案 ETC Auto Auto.NFS 删掉它 我再重新reload reload完到根目录 你可以看到 刚刚所做的NFS目录 已经不见了 这边 NFS目录 我应该把NFS目录里面的设定也去掉 包含谁 BI编辑 ETC里面的Auto.Master 到最后一行 到最后一行 把NFS目录的宣告 取消 然后存档 重新启动 或重新载入 载入之后再看NFS的目录 不见了 有没有 刚刚前面 还有呢 还有呢 我把档案修改之后 重新载入 目录就不见了 OK 这是使用AutoFS的基本的方法 你可以使用ETCFS table 主动帮你在开机时挂载 但它要分Hot跟Soft BG FB BC BG 或是FG 这有时候不一定方便 可是我们有一点好处的是 我们可以使用AutoFS 不需要时帮你卸载 需要时帮你自动挂载 这是使用NFS全部的状况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